与人相处,靠的是心,不是嘴,做人,最重要的是,心怀善意,嘴下留情,嘴下留情,就是不再乱论他人是非,不传他人谣言,不再背后议论别人是非,是一种教养,所谓或从口出,管住嘴,守住心,不要丹弄是非,多做事少说话,别人的议论听着就是了,能不插嘴就插嘴。 更别把这当成谈词语言八卦,这不仅是一个人自身素质的体现,更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身交的重要标准,总是在背后论人是非的人,很难交到真心朋友,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出卖你的秘密,无论何时,都不要随意泄露他人秘密,不要成为别人眼里信念度为零的人,嘴下留情,就是不说他人痛处。 不就是开个玩笑,你还当真了,生活中,这样的对话常常有之,有些人总是把自己的快乐,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,打着开玩笑的旗号伤害他人。 当被人表现出不满时,不禁不反思自己的过错,反而埋怨他人心眼小。 这种人,不是性格直爽,是自私自利,讨厌至极。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能触碰的伤口,伤心过往也好,不开的当下也罢,当这些事成为被人嘴里的谈思时,那疼痛程度不要于把自己的伤口,硬生生吞开工人细血。 各种滋味,只有自己能体会,所以做人,请你一定嘴上积德,嘴下留情,就是把刻薄当直爽。 凡是以我说句实在话,我说话难听,你别在意,我性自直,也没啥坏性开头的话,都不是什么好话,性格直爽没感觉出来,刻薄只是实实在在的。 真正有修养的人,说话都是温柔细致的,怕伤到你的痛处,怕不小心说痛你的伤口,就算是一定要调出你的缺点,也一定能让人感觉到如木春风,心服口服。 往往难听的话随口就说,不考虑世间低顶别人的心情,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人,往往不是性自直,而是刻薄本性,想好好做事,先学会好好做人,为人处事。 最重要的是嘴下留情,不仅仅让别人感觉舒服,也是为自己记载福气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